一般认为银河系的中心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有些天文学家估计这个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万倍 太阳离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距离大约是28000光年 如果太阳还有这个超大质量黑洞跟地球排成一直线 而且两者对地球的主要影响都只计算万有引力的话 他要问说这个超大质量黑洞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大约是地球跟太阳之间万有引力的多少倍 我要算万有引力的话就需要距离平方分支GMM 今天呢他说黑洞跟太阳的距离是28000光年 那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多少 一个天文单位这是在天文学上我们的定义 至于28000光年是多少天文单位 这边题目有告诉我们 它是大约1.8乘10的9次方天文单位 好吧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计算了 我假设地球的质量是小m 太阳质量是大m 那这个黑洞的质量呢 是太阳的400万倍 所以就4乘10的6次方个大m 然后把它丢进万有引力公式啦 黑洞跟地球之间的引力就是 这个距离平方分支GMM 按说这个距离应该要加1啦 不过10的9次方加不加1是不影响的 所以我们就不加1了 那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引力呢 是一个天文单位平方分支GMM 你把GMM消掉 算出来这个数值就是我们的答案啦 所以答案选A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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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